哈喽 大家好 我是胖妹 好长时间没有吃肉了 我都馋了 看 这是什么 我今天买了一块五花肉 咱今天就整一个梅干菜磕肉来吃 把猪皮烫一下 去除里面的猪毛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清洗干净 再下入五花肉煮熟 下入葱 姜 八角 料酒去腥 煮熟就可以拉出来了 用筷子能够插冻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再把这个梅干菜用冷水泡发一下 先来点老抽 再把这块五花肉每每揉 这块肉全部的涂抹上色 然后用筷子在五花肉的表皮 给它插上小孔 让它完全的沾上这个颜色 好过瘾 接下来我们再调点料汁 碗里加入两勺生抽 烧老抽 大蚝油 哇 锅中热油把我这五花肉给煎一下 然后害怕炸到我的脸 我用锅块遮挡一下 下锅开始炸 打至表面金黄煮得出锅 完美 再留少许的底油炒香 葱姜 蒜 干辣椒 然后下入梅干菜一起炒香 加点水给它煮熟 把这块肥肥的五花肉改刀切片 看起来还是蛮诱人的 看起来还不错 把切好的五花肉给它沾上我们之前调好的料汁 均匀地码在碗底肉皮炒下 把梅干菜倒在上面 给它压紧实了 用这个盖子卡在上面 就开始蒸了 中水烧开 然后大火蒸40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出锅 哇 好香 把里面的汤汁给倒出来 把梅干菜翻过来 哇 漂亮 完美 调好的料汁淋在上面 再来点小葱 相当完美 梅干菜 磕肉 完美出锅 开吃 这道菜绝对是一道超下饭的菜 再尝尝买干菜 嗯 香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好像时间没有吃了 感觉好香 这样的大肉块的吃在嘴里 真爽 再来点梅干菜 再来点梅干菜 微酱 呆 呆 呆 因为这次的美甘菜扣肉 我蒸的时间比较久 它这个肥肉的油脂全部都蒸出来了 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有力 而且美甘菜吃起来也非常鲜 还是猪肉吃起来香 好东西就要慢慢品尝 少吃热多吃菜 这个饭跟美甘菜拌的吃 这米饭吃起来特别的鲜好吃 现在我这一盘美甘菜扣肉 在外面饭店吃肯定价格也不费 啊 这个饭吃的真爽 解了我对肉的残劲 还剩这一点 觉得明天慢慢吃 今天胖妹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天气既不冷又不热 在文文花香嗑个瓜子 哎呀 那个舒服 磕瓜子磕多了容易上火 不磕了回家吃饭 今天有点丰富 整了三种海鲜 五个素菜 今天做一个麻辣香菇来吃 先把这个虾馅给它去熟掉 我还准备了花甲和葱子 因为那个蟹太贵了 没买 说不得 我还准备了土豆 新兰花 香菇 还有大白菜 都把它给改一下刀 把切好的素菜 全部放在一起 锅中倒点食用油 把素菜擦下水 让素菜不会变色 煮熟就可以捞出来了 把小海鲜也焯下去 焯熟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再给它洗干净 把豆瓣酱炒香炒出糖油 炒香后捞出里面的糖渣 不然会咸哦 然后放入配料炒香 下入我们的小海鲜 还有我们的小素菜 放在里面一起炒 炒香 一勺食盐 再整点回家粉 加点生抽 一起炒香入味 一点花椒油 完美出锅 小锅一整完美 一人一份麻辣小干锅 不错 开始 嗯 不错 今天减肥 少吃点饭 面就撑着 炒的都 核子核子分开 以前家里来客人 总是说 啥吃饭 多吃菜 今天嘛 我也多吃菜 把这些桌子看 看不出啊 感觉 有点在吃火锅的感觉 这道菜在冬天肯定是非常的火 大家都喜欢 因为吃着非常暖和 哦 得把它倒一下 不然底部会粘锅 就不好了 因为我是用豆瓣江炒的嘛 吃起来有一股酱香味 我这个辣椒也非常给力 我这个味道 还有点烫 给它火关掉 这样已经差不多了 爱吃麻辣的朋友可以放一点花椒油在里面 那样吃更得劲 这可太蘸鸡了 大家都夹出来 都是可蘸鸡什么肉 这里面吃的真舒服 又麻又辣的 今天旁边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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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